6月18日据天眼调查显示 国际巨型成龙接连退出了两家由妻子林凤娇控股的公司 这个举动引发了网友的议论纷纷 毕竟很多明星婚变的前奏都是财产变更 但成龙大哥与林凤娇都结婚39年了 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还有一个儿子房祖明 离婚似乎不太可能 又有网友提出或许是怕小龙女争财产 对林凤娇和房祖明形成威胁才会做出此种举动 同样都是大哥的女人孩子 为何林凤娇和儿子可以分得20亿家产 吴起立却遭众人唾弃 女儿至今都不被承认呢 我和别人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女 现在交涉失败 对方将消息报了出来 你先冷静处理事情 在不伤害我和儿子的前提下 你做什么都可以 有需要我会帮你 多年前远在国外的林凤娇 被丈夫成龙 告知自己的婚姻遭到了别人的插足 并且孩子都已经出生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没有人能够忍受另一半的背叛 但是林凤娇却忍了下来 这个被忍字贯穿一生的女人 是作家李敖眼里 数十万台湾男人最想娶的女人 是影迷印象中与林青霞齐名的 绝代影后秋水艺人 可在事业的巅峰 她却放弃了大好的前程 只是为了下嫁给成龙 熟悉成龙的观众都知道 她的成名之路非常坎坷 当了多年50后 好不容易有机会拍戏 却只能演路人甲 替身等巫族轻重的龙套 在李小龙大红大紫 独占凹头的年代 成龙根本没有机会展露头角 她因为眼睛小 长相不够俊美等 错失了不少的机会 直到1978年 才凭借蛇形雕首 最全小有名气 可彼时的林凤娇 已然是金马影后 无论是片酬名气 还是演艺圈的地位 她与成龙都相差甚远 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是意外也是缘分 有一回成龙给杂志编辑送照片 正好遇上编辑 在和林凤娇吃饭 成龙虽然见过不少漂亮女孩 但还是被甜美端正的林凤娇惊艳到 于是成龙壮着胆子 向林凤娇问好 常来香港吧 有空我到台湾给你打电话 第一次见面 就直接要女孩号码 自然遭到拒绝 不甘心的成龙 跑去找编辑要 编辑看她如此执着 便答应等下次 与林凤娇吃饭 介绍他们认识 就这样 成龙终于联系上了林凤娇 为博德美人芳心 成龙没少花心思 敢巧 林凤娇要拍摄一部电影 成龙正好是武打设计 同在一个剧组 机会来了 成龙追女孩的套路很常见 那就是在心爱的人面前出风头 拍起戏来不要命 不管有没有危险 总是第一个往前冲 一副应用无味的样子 在与林凤娇合作时 她又表现得极为体贴温柔 主动跑来聊天说话 靠着喜剧天赋 逗得林凤娇哈哈大笑 几番努力之下 林凤娇终于动心了 但当时的成龙有正牌女友 还是歌坛天后邓丽君 一个是优雅高贵的歌星 一个是温婉甜美的影星 都是绝代佳人 换谁也不好选择 于是林凤娇出手了 她知道在成龙的心里 兄弟比女人更重要 于是她采用迂回战术 顺利搞定了成家班那帮兄弟 成龙曾在采访中说 因为邓丽君是那种 他很怎么讲高贵 就是很干净很高贵 很怕吵很近 不我不是我一示范三围 那三围他就看我 有时候我的兄弟那种讲话 有了兄弟们的帮忙 成龙便真的将林凤娇 晋升为龙嫂 享受着爱情自润 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林凤娇 却不知未来危及四伏 在相恋一年多后 林凤娇怀孕了 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 当成龙得到消息后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有了就生吧 于是林凤娇告别影坛 独自去美国带产 孩子出生以后 两人顺利成章结了婚 人家是母凭子贵 到林凤娇这里 却换来了不信任 肯定是有计划的 他想拿孩子绑住你 五行兄弟的一句话 引起了成龙的警觉 于是在两人结婚后的日子里 每月除了固定的生活费 成龙和于凤娇 没有任何经济联系 不仅如此 婚后的成龙 事业上蒸蒸日上 对妻子和孩子 就更是漠不关心 外界甚至一度不知 他是已婚状态 儿子房祖明 曾在回忆中称 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里 他跟父母一起吃饭的次数 只有一次 在这段 与妻儿分居两地的日子 成龙身边的女人 从未断过 与他传出绯闻的女性 更是不胜美举 其中最出名的 就是第六届亚洲小姐 选美冠军 吴启力 1996年 成龙已经成功打入好莱坞 是国际影坛 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那一年的成龙生日派对 吴启力受邀请参加 那天成龙走到 吴启力的面前 微笑着与吴启力打招呼 面对国际巨星的微笑 吴启力有些吃惊地说 你知道我是谁 成龙则笑着答 亚解冠军吴启力 问问香港有谁不知道 吴启力受宠若惊 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得到巨星成龙的赞赏 后面的故事 想必吃瓜群众多少都知道 1999年10月 吴启力接受了香港杂志的专访 爆出怀孕 并指出孩子的父亲就是成龙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当事人成龙 直到11月才召开新闻发布会 说出了那句经典的 自己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并说自己只是风流并不下流 事发后 他给林凤娇打了电话 却没想到林凤娇能淡定从容地对他说 有需要我会帮你 此后他怀着对妻子的愧疚回归家庭 公开承认了夫人身份 并将财政大权交给了妻子 而吴启力就比较惨了 插足别人的婚姻还未婚先孕 女儿直到长大都没能得到父亲的承认 生活不仅困苦 还要忍受母亲长年的家暴 还好 长大之后的他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携妻子远走他乡 脱离了这个糟糕不堪的原生家庭 成龙大哥现在退出妻子的控股公司 恐怕也不是为了防止小龙女争产 毕竟人家还真不一定想要 岩越浜 丁和 丁和